道版是一种人权 知识产权是完全错误的一种东西 知识产权完全不应该立法 我觉得抄袭是很正当的行为 只有原创的人才能得到利益的话 是不是工厂才能赚钱呢 经销商就赚不到钱吗 没有经销商谁能得到工厂的产品呢 所有人都不同意 几乎有的人就在攻击我 就说我是搞的是叫做信息共产主义 或者叫知识共产主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发型 然后每一个理发师他都想去创造新的发型 他都学习别人新的发型 没有人听说我剪了一个发型 我去申请了专利 别人就不许剪这个发型 完全不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的行业也是没有知识产权的 比如说餐馆行业 没有听说每一个菜申请了专利 但是呢所有的厨师会在不停地发明新菜 不停地学习别人的菜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许许多多的例子 如果你把眼界打开 你看生活身边的很多东西 整个世界是完全可以不依赖于知识产权的这个体系而存在的 我们引进一台机床之后就模仿学习创造 我们其实是在大量的侵犯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当时在这30年里面几乎没有知识产权的这个法律法规 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己所用 就可以充分地运用知识 这个情形在历史上无数次地发生 像美国原来建国之初他也没有知识产权 他的大量书籍还有专利都是从英国人那里去学习的 英国人非常的恼火 但是美国人就不太有所谓 所以我觉得一个穷国或者说一个弱后国家 他要想超越一个强国的话他必须得学习 而这个知识产权就是学习的主案 直到最近这些年在西方才严格地执行了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法 同时呢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些这几十年 整个是不管是经济也好社会也好都在走下坡路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分析 我和一些美国的一些自由意志主义朋友 聊天他们总是说你看你们中国多幸福啊 中国没有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法行动虚设 所以中国经济才能往前发展 可能中国人有一个迷信啊 因为美国比我们发达 尤其是美国的互联网也比中国的发达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美国的很多的制度啊什么的 就全是对的 就不见得啊 可能美国是一个更自由的法治化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恶法 科技行业有一种公司叫做专利流氓 这种专利流氓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提前用申请专利的方法 把现在社会上有可能出现的创新 都给它设置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产权的障碍 就是创新的话 你想到了一个点子 你打算注册由公司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前面有一千个障碍 让你不得不放弃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创新在 真实产权在这个角度 在用这种方式来抑制了创新 在一般人的眼中 说知识产权 它是一项正常正荡的财产 我写了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天然是我的 这就跟我在地上种了庄稼 然后这个庄稼长出来就是我的 看起来是天然正义的 但是当我们深入去剖析说财产权 为什么它会形成 而知识产权 为什么在广泛使用的话 会产生冲突 财产权从来不会产生冲突 但是知识产权会 当你去辨析知识产权的产生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财产权 我们举个例子说 我们写了一本书 里面的每一个字 都是来自抄袭的字典 那么这本书就是抄袭的吗 也不一定 这本书有它自己创作的成分 所有的创作都是抄袭 所有的抄袭都是创作 那么我觉得创作与抄袭本身 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明显的界限 那我说金庸是华人世界里 被盗版最严重的一位作家 但是他也是华人世界里 几乎是最出名的一个作家 当然毛泽东可能出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被盗版是一种荣幸 被抄袭是一种光荣 我们不能说只有那种 所谓原创的人才能够得到利益 知识的搬运工 难道就不应该得到他的报酬吗 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大家互相支援钞 没什么问题 至少说对于消费者来讲 对于用户来讲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大家不用为创新的人会有一直创新下去的 没有知识产权他也会创新 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并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知识产权 是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就喜欢说一套做一套 人们在考虑上支持知识产权的同时 还在下载音乐 还在买盗版光碟 他们实际上是在享受没有知识产权的好处 但是你要问他你支持知识产权 他们都会说支持 大家去买盗版光碟 去买盗版CD 去上网用种子下电影 这所有的做法都是在反对知识产权 都是在侵犯所谓知识产权 那么我不是一个人 每一个下过盗版电影 每一个买过盗版光碟的人 都是我的支持者